有人說,很難想,如何想法御神聖情 那些觀念想出來,如何開始想呢 其實我也曾經說過,如何經歷和享受神的愛 明白經歷和享受神的愛,有五點,我曾經說過 第一,由自然間享受神的愛 由耶穌的救索,由聖經,由我們祈禱經的神 由我們親近神經歷神,親近神經歷神的愛 第二,在生活上的幫助 因為很多人說愛很抽象,神的愛很抽象 我就說到有五個方法,我們可以看到神的愛 我再說一次,就是自然界,包括食物,身體健康 耶穌的救贖,聖經裡面 然後就是我們親日神的時候可以經的神 然後第二,就是在生活上 例如你病,祈禱神幫助你,醫治你,有朋友幫你之類 這個就是一個起點 當你去想 然後,如果你吃過蘋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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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 你最愛吃蘋果,蘋果,蘋果,蘋果很香的 蘋果很香的 蘋果很香的 實在很creative 他看到,他製造蘋果,能夠製造蘋果的香味出來 真的很香,又很滑 質感又很舒服,咬下去的香味很舒服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其實神一直在做的時候,是出現外的 製造這麼好的食物 你便開始在日常生活去想 耶穌的救贖,這個聖經裡面的經文有很多去想 這個大體驗,接下來我會講例子 然後就是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為什麼會有喜樂平安呢? 有釋放呢? 就是因為神就是自由 他完全沒有重淡,所以他來到你身上 你的重淡就鬆了 因為神就是充滿愛,接納了 然後就是生活性的幫助 就是他知道你的困難 然後他知道他愛我們,關心我們 然後他會有方法去處理幫助我們 由這五點去想,會幫助我們 好了,我們就有很多經文 其實有些基本的幫助,我們經常去想 譬如說,我們怎樣得救 當我們回想,我得救的時候 是神怎樣用不同的去幫我 神怎樣在我心裡感動我 我想你們大家都想回那些情況 就是初頭我們怎樣不肯信 我都曾經有不肯信的時候 但是神怎樣後來用適合的人跟我說 幫助我信 一步步引動我 有不同的人有栽培我 幫助我 有不同的見證 這些都幫助我 還有在我成長的過程 雖然我犯過很多的罪 但是神依然卸念 去接納我 去感動我 叫我知罪 在我這個犯罪過程中 神教到我什麼呢? 我認為,犯罪真的很辛苦 這是我經驚通法 因為每次犯完罪真的很內疚 很覺得不配 要一段時間才灰木火 就是良心很受壓制 就是一段時間才心鬆回 我就說 我不想再是這種狀況 我想保持那種良心清潔的狀況 就是神一直教我 我知道 煩惱真是不好的 就是神是 我就想到神的心 就是他真的很接納 他不介意我做了一個錯事 他依然愛我 他也有這個智慧聰明去感動我 那我就由這些 這些經歷那裡去留 然後看聖經 看見什麼經文 就是去想正面反面 這是一個方法 正面反面 以及神和人 兩方比較 我可以用這個經文 耶穌說 我心裡有何謙卑 那這個經文 你想說神有何謙卑 神很柔和、很鮮民、很溫和、感動你 人不是很感覺 那你想說神有何謙卑 最好就是對比 就是好的與不好的對比 以及神人的對比 在這個世界上 的確有些人有何謙卑 也有很多人不可能 不過最柔和謙卑的人 當你重重覆覆 因為我激他很多次之後 是很少人能夠 你激完他很多次之後 他仍然柔和謙卑 這是人的本性 以及就算很柔和謙卑的人 他裡面總有激氣 不過他不太快流出來 他只是處理了 有些人懂得處理 所以他就 他裡面 那些激氣他就處理了 但事實上 幾柔和的人 他裡面都有激氣 因為我自己 我對於這些很多事情 我都是很有聚想的 我曾經見過一些學生 做學生的 有些年輕的學生 例如初中 很單純的 或者小朋友 小學的學生 真的很單純 那時候我訪問一下他 訪問他 你有沒有人 為什麼 你看他的樣子 真的很純 說話也很純 整個人都很純 你覺得他真的 整個人都很純 但當我了解的時候 他一樣會懂得 而是 我用我自己做例子 我在小學軍時 我是全校出名的 全校出名乖 成績最好 全校的 不僅是我介入 是我之後的 那些老師都說了我的名字 這個感激神 會不會歸比塞 這個不是我的好的神音 但是我可以告訴他 但是我可以告訴他 但是我笑的時候 我是懂得 如何益的老師 不知道 其實我是很乖 但是我懂得 有些時候益 是沒有人知道的 這個就是 人幾乖都會有種 有種不好的性情 我去想 但是神就是 他永遠都是 柔和謙卑 雖然神同時 有他的怒氣 但是當他在他的恩典裡 他永遠都是 柔和謙卑 這個人幾不好 神的怒氣 是要懲罰他 但是神同時 他愛他 是很想很想祝福他的 是定義祝福他的 計劃祝福他的 那麼我們就由這個經驗 就會想到 耶穌能夠說得出 我心裡任何謙卑 當負我的經驗 跟著我當負我的經驗 是 但是我們停留在這裏 我們現在停留在這裏 就是他真的 他講出來 他是完全做得到的 也有很多人 譬如好像 Solo 就是你要搜尋聖經 因為其實 我們讀聖經 最好讀完 放在記憶 就算你不記得 那些 就是念 你也記得那些 內容 我周時有時 我想神的東西 我就不想 有什麼經文 是講到神這方面的聖情 那我就會 好像電腦那樣 我搜尋不上 有什麼情況 我就會搜尋 聖經裡面有哪些人經歷神呢 其中一個例子 就是 舊有的Solo 其實他有很多問題 尤其是他第二次去到那班 先知門童那裏 在三位記上十九章 他是打算殺大衛 但是他去到 神就會在他裏面 感動他 讓他一路受感說話 去到那裏面完全沒有護士 完全沒有護士 完全沒有護士 去殺大衛 就是因為神那種柔和謙卑 就是在這個過程中 神做些什麼 就是我經常都會想 在這個過程 神的心是怎樣 神的性是怎樣 神做些什麼 就將他改變成為 當時完全 就變成一隻明羊 完全沒有殺複大腿的心 你就是從這些時候去想 你想得多 想得慣 尤其是我們個人的經歷 神怎樣對我們好 你想得多 想得慣 你就會看經文 很快可以想得到神的恩念 譬如說 不要給魔鬼留地霧 我一想 這個經文沒有說到神的恩念 直接沒有說到 但是 整本聖經是有的 這個經文只是說 不要給魔鬼留地霧 但是 神的恩就是什麼 神是完全聖過魔鬼 神是完全祝福的 神也都保守我們脫離魔鬼 神是賜給我們全命聖過魔鬼 神給我們很多恩念 而我們不聽神說 神說犯罪就會給魔鬼留地霧 他們就來偷東西了 即他給了很多好東西 你給魔鬼留地霧 你就自己把那些好東西給魔鬼留地霧 那你就由這去想 神呢 一早定義很多好東西給我 就算我不聽話 祂都會吸引我回頭 我們試過很多次給魔鬼留地霧 但是神都會吸引我們回來 讓我們知道不好 不要繼續下去 不要繼續這樣犯罪 有很多人就是犯罪 犯得很離譜 神一直感動 到最後祂就悔改了 在這件事就看到神的恩念 就是我們去思想 其實想到神在每個人生命中 做的是什麼 有每一個經文一看的神 立刻會想到 正面反面 魔鬼留地霧 魔鬼的相反是神 神就給什麼呢 就是經常想到的相反 又對比 給魔鬼留地霧的後果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呢 就是將那個意念一路發揮 流出去 魔鬼留地霧 魔鬼就來偷竊 神本身有很多恩典 魔鬼就來想拿 你犯罪就被他拿走了 但是當你肯聽神的話 神就保護你 魔鬼看到你是害怕的 會走的 我們趕齊來的時候 魔鬼是害怕的 這個呢 就是神給我們 拳兵恩典 雖然我們都被魔鬼留地霧 但是神就救回我們 吸力了 就是你當他這樣思想的時候 你就看到什麼東西 你都會想到神的恩典 就是這個是一種粗面來的 是一種長期的 想聖經 立刻想到神的恩典 神做什麼 神的心態 這樣去想 你就越想 就越能夠明白神的恩典 你就越覺得 神真的有很多不得了 所以我經常想到神 就覺得 神啊偷地 你快來的人 是誰 我一來想到神 我就很喜歡 因為我想到神很多很多 所以我什麼方面 我都想到 我有空就想到 我看到人 我都想到 我看到人 眼睛能力 有表情表達 我又想過 神做人的眼 是會表達感情的 神是一個表達感情的神 所以祂能夠將這種能力 給人和道文 你有沒有看過那些狗眼 神的狗眼和惡的狗眼有沒有分別呢 是很明顯的 雖然我們人和狗的語言是不同的 但是 狗眼的語言和人眼的語言是一樣的 即惡眼 狗的眼 和惡人的眼 是相似的 雖然狗眼和惡人的眼 雖然狗眼和惡人的眼 是相似的 雖然狗眼和惡人的眼 雖然狗眼和惡人的眼 但是神會做到傻的眼 就是因為神本身很傻 而且祂發出恩典 我從這些字計 我都會想到神的恩典 由聖經更加逐藥做有 就是你一路看聖經 所以入心 詳細去想 就要發達更多 這是一個長時間的粗面 集團 集團